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元过话课 今天我们接着画树葵 昨天画了花,今天我们接着讲叶子的画法 藤花花青加墨,调成墨绿色 我们快速地画出一个叶子 先来看它的形状 树葵的叶子属于长状形 那么它里边的缺口属于长叶柄的地方 外围的缺口由于起伏变化 看起来就好像有一点缺口一样 在画的途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圆中缺 不能给它画成一个新的形状 主叶用墨绿色画的浓一点 次叶就要淡一些 明示的这种小血一画 它几乎就是平涂叶子 树葵的叶子由根部往上长 长在这里它跟花的大小基本差不多了 接着用淡的绿色 我们来画花鳄 花鳄也是处于平涂状 不要有过度的变化 注意形状就可以了 上面的花鳄也是同样 画的小一点 这也是鼠盔的特性 不管它的叶还是花呢 都是从底下到上边 由大到小长出来的 这是它的基本特征 画花后边的叶子呢 我们就要注意 花瓣的外浓阔 要给它处理得到 同时要注意叶子的外浓阔 明代早期的这种画风呢 它属于平淡 天真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 不要有过多的动作 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讲究的那种 轻重了虚实那些东西 它属于比较耐看型的 画这些呢 我们就要注意 基本上要快慢 干湿这些东西 它就不存在 属于比较单重的那种 处理这些空间的时候呢 要注意花瓣的同时 也要注意叶子的形状 每一片叶子 它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给它点清楚 越往上走的叶子呢 越要小一些 注意留它的缺口 花苞呢 用淡淡的绿色去画 鼠葵的花苞呢 它在没有开放的时候 完全是花鳄给它包着的 所以它是绿色的 花苞呢 一般都长在花的上方 因为它的花呢 也是从下往上开 由大到小 开到最后呢 顶端的才开花 接着来画花金 织绿色 加褶石色 花金的颜色呢 要老一点 变成老绿色 花金呢 用中缝去画 要画得圆绒饱满 也是很平淡的 这种状态 它的花金呢 没有多少变化 都是由下往上生长的 非常挺拔 明代中期的这种画风呢 它非常宠谱 因为它完全是 从生活中来的 它们的这些东西呢 很重粹 就是怎么样去画画 怎么样把生活中的物像 表现得美 这就非常适合 初学者去画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 任何干扰 也不需要考虑 太多的东西 整体画完之后 我们给一些花苞上 点一些小小的花瓣 整体画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勾上叶麦了 明世早期的这种画风呢 它是一种西笔的勾法 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空间 疏密 叶麦的长短 大小 等等 以及它的走向 注意它的缺口位置要留着 转进去了 勾叶麦 叶子的走向关系 主刺关系 也要搞清楚 具体的叶麦勾法呢 由于杰克讲得非常细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进去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花苞也更爱叶麦 今天的这两只鼠葵花呢 就花好了 谢谢大家